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生物圈中有许多不同的水域生态系 第二、淡水生态系以水流动的程度 可在系分为流动水域及静止水域 第三点、河口生态系位于河川与海洋的交界处 富含氧分 但水位与水分中沿度会随潮汐变化很大 还有第四点、不同的水域生态系中 有不同的生物扮演着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地球的水路分布的概况 其中地表陆域约占地球的表面积29% 而水域占了约71% 所以可以看到水域的面积涵盖是很广泛的 水域环境依照水中所含的盐量多寡 又可以分为海洋、河口和淡水生态系 这是海洋生态系、这是河口、还有这是淡水的溪流 其中呢、水中的盐分含量是海洋大于河口、大于淡水 在水域环境中呢 海洋的面积约占了97.1% 而冰川和冰盖约占了1.8% 此外 地下水约占了1% 另外剩余的就是陆地上的淡水 也就是河流、湖泊及内陆的淡水 约占了0.0018% 虽然海洋如此地辽阔 但是呢 我们人类却没有办法直接大量地使用海水 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分布不均 我们能利用的呢 大概只有淡水的环境 所以我们来认识一下淡水生态系 淡水生态系依照水流动的程度 可以再细分为流动的水域 例如溪流 还有静止的水域 例如湖泊、池塘等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流动水域 包括河川与溪流 在台湾呢 例如北部的新电溪、中部的大甲溪 就是典型的溪流生态 水流的速度快 水中的含氧量也比较高 溪流呢 又可以分作上游区水流速度快 水中的含氧量高 生物呢需要有特殊的方法来适应湍急的水流 下游区的部分呢 水流的速度比较慢 泥沙容易溢积 含氧量比较低 物种的组成跟上游是不一样的 一如你看这是下游 地势比较平坦 溪流生态系的生产者呢 主要有藻类 或者是附着在河里或岩石上的显台 这是石头上的显台 以及岸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水生植物 还有枯枝落叶 也是溪流生态系中消费者的食物来源哦 看溪流边 可以见到许多的水生植物在岸边 至于溪流生态系中的消费者呢 有昆虫 瓢虫还有蜻蜓 溪流中我们也可以常见到罗贝类 或者是蝸牛 它是软体动物 另外呢 也可以常见在溪流中有虾 或者是螃蟹等等 大型的消费者 例如鱼类 蛙类 还可以见到溪流中有鸟类 还有哺乳类 例如棕熊 它会在河岸边捕食鱼类 再来我们来看到池塘生态系 它也是属于淡水生态系 池塘的面积比较小 水域比较浅 阳光充足 池塘呢在台湾随处可见 尤其早期我们是农业社会 所以呢 池塘可以引水到农田灌溉 池塘的生产者主要是浮游藻类 另外呢 大型的水生植物 皆可以变身在池塘各处 因为它比较浅 例如有睡帘 香脯 雌菇等 池塘生态系中的消费者 可以见到昆虫 罗贝类 还有虾 蟹 鱼类 鸟类等等 这是富斑蛙 然后也可以看到池塘中的鸟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湖泊生态系 湖泊的面积比较大 水域较深 湖底呢会有不透光的区域 台湾最大的天然湖泊是日月潭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花莲有鲤鱼潭 高山湖泊中呢 则有七彩湖 这些都是台湾的湖泊生态系 因为湖泊的阳光 不易到达湖底 所以呢 大型的水生植物 主要是生长在岸边 这是香脯 香脯又称为水蜡烛 它的高度可以长达两公尺长 这是岸边的水生植物 湖泊中的消费者 主要是昆虫 或者是虾蟹类 还有罗贝类 另外 在湖泊中也可以看到鱼类 或者是水鸟在捕食鱼类 等等 最后我们来看到河口生态系 河口生态系位于河川跟海洋的交界处 这边呢 土质长期的潮湿缺氧 也因为地势平坦 泥沙和有机物容易在此处堆积 因此呢 形成一个养分充足的环境 但是也容易沉积污染物质 例如这是河流要会流到海洋的河口 地势平坦 这边是都会区 另外 河口的水位会有周期性的升降 例如 这是红树林 退潮的时候 以及涨潮的时候 它的水位高低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再来 河口呢 含盐量的变化也很大 因此生活在此区的生物 需要能够适应盐分跟水位变化的环境 例如 文革它在盐分过多的时候会紧闭外壳 潭土鱼也可以在泥滩地活动 另外我们等会会介绍水鼻仔 还有胎生苗跟支池根 这都是他们适应河口环境的方法 河口生态系的生产者主要是 浮游藻类 芦苇 还有红树林植物等等 河流的营养物质 会被河水跟潮汐带到河口 形成一个优良的渔场 这边的生产者 种类不多 但是通常数量庞大 而且呢 生产者的枝叶 通常会先被分解者分解为碎屑 才会被消费者摄食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水鼻仔 它有呼吸根 另外呢 它还有胎生苗 也就是说 水鼻仔的果实成熟以后 并不会直接掉落 而是继续留在树上 摄取母猪的养分 直到发育为小树苗 才会落在土里 生长成新的植株 河口生态系中的消费者 主要有沙蚕 文革 檀土鱼 昭草蟹 贝类 水鸟等 这是文革 这是谈土鱼 谈土鱼是硬骨鱼类 它利用湿润的皮肤 还有塞饰中储存的水分呼吸 得以离水活动 我们也可以在河口见到 昭草蟹 昭草蟹 熊蟹呢 具有一只较大的浅鳌 也可以在河口看到水鸟捕食 其实河口不仅提供各种鱼 虾 蟹 贝类 甚至是候鸟丰富的食物来源 还具有防洪 防止海水倒灌 还有生态观光的功能哦 河口的食物丰富 是渡栋后鸟的重要栖息地 例如黑面皮鹿 它会到台南的真文西口 介绍完了水域生态系 接下来请同学们动动脑想一想吧 动动脑1 阿宝到新电系上游做生态调查 请问哪一种生物不可能在它的调查区域中发现呢 弹土鱼或是西虾或是藻类或是水汽昆虫 同学们觉得呢 答对了 我们刚刚提到弹土鱼主要是河口生态系中的消费者 动动脑2 有关溪流生态系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上游水流湍急所以含氧量较低 B 消费者包含鸟类和哺乳类 C 生产者为红树林植物 D 为一个独立的生态系不与其他水体相连 同学们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答案是B是正确的 A 其实上游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 C 红树林植物是河口的生产者 D 其实水域生态系整个都是彼此互相联通的水域 动动脑第三题 黑命疲禄是台湾常见的冬季候鸟 最常出现在哪一种生态系渡冬呢 A 淡水生态系 B 森林生态系 C 河口生态系 D 草原生态系 同学们你答对了吗 黑面疲禄呢会在河口生态系渡冬 动脑脑第四题 细蕊红树具有粗壮的胎生苗 树干会生出许多呼吸根 深入地下时会形成支持根 生活在沿度变化大的区域 请问它可能是生活在哪一种生态系中呢 同学们答对了吗 其实我们有提到河口生态系 主要可以见到红树林植物 动动脑五 台东肩爬盐秋是台湾的特有种 气息在淡水环境 利用扁平的身体及特化的胸 腹齐平贴在石头上 可以避免被激流冲走 请问同学们觉得它可能是生活在哪一种生态系中呢 是湖泊生态系或是溪流 或是河口 或是在沙漠生态系呢 你答对了吗 对了 溪流生态系因为呢 水流速度比较快 所以呢 生物要有适应的湍急水流的方法 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内容是 认识生态系中的淡水生态系 以及河口生态系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见识生态系 谢谢大家